恭喜發財麗士兜來這個月這麼有親切感的月與賀蓮吉慶說話 小時候一說 麗士又非勇而至 非常有力量的說話 大家聽完真是很開心 我今天雖然來到賀蓮 還有三星期穿着黃色衣服 擺練陣勢 為甚麼呢 之前影片跟大家分享過我派麗士的原因 做過甚麼 還有之前有另一段影片說 希望我的觀眾支持我 我又將牛年金幣和麗士風向和金幣送給我的粉絲 有這樣而發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日我設計過賀蓮這個日記簿 怎樣派發 因為朋友問到我 沒見過 這本是一二年 農年的時候我推出的 推出的出點 我當日要找五十個星期的餐廳贊助商 所以我找到五十個星期的餐廳贊助商 每一間五十個星期的餐廳贊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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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間希望當麗士派給客戶 將新年氣氛推高一層 當日很開心 很多贊助商 每一間支持五十個星期的餐廳贊助商 真的忍得很開心 三千多半都派發了 由於那一年一做 一做就做了幾年了 做到17年了 做了這麼多期 又龍又蛇又牛又羊又雞 所以終於到了17年 最後一停 因為很辛苦的 每一年要找共同的贊助商 又想怎樣去設計 亦都說過 加上推春 辛苦的 終於17年就停了 為甚麼呢 那一年就想到一個新的 甚麼新的呢 就是出CD 為甚麼呢 我發覺呢 因為身邊有好朋友 廖立威議員 做了議員 而見到每一年呢 都去拜年呢 去老人院啊 很多同事的中心 派利是 派了一封呢 有餡的巧克力利是 那我就覺得 很浪費啦 因為老人家不吃糖 還有呢 他們擺了多久呢 你擺了給別人 希望保持住 我就這樣而發 一個電台DJ 好聰明 不如嘗試將這些 很聰明的說話的朋友 將一些 開心的說話做CD 例如說說笑話 拜年的吉祥說話 做了一張CD 當日呢 也都很開心 有些贊助商 馬上支持我 出了一張CD 我就請了廖立威啦 黃桂林啦 碧咸啦 還有啊 沙菲寶 做了一張CD 叫做 接財神 那用這個接財神 這三個字呢 做了一張CD呢 印成千張 就希望呢 由 邀議員啦 和阿碧咸呀 阿黃桂林呀 沙菲寶呢 去拜訪這些老人院啦 那些社區的活動的時候 派給別人 更有意思 都是我幾千隻的 這個故事當時呢 就非常受歡迎的呢 做了三個 做了三個 我不會 連一隻 很開心啦 到處派啦 這個就是我當日做了不少 去推動 粵語文化啦 推動華人社區啦 對這個新年更加支持 更加多人知 我們要環這個 語文化下的新年過的 那麼 也都提到啦 之後我就找到 這一間 這道 爭吵的 禮事峰的公司啦 將鼠原做了禮事峰啦 今年出頭啦 整個過程呢 就做了十幾年了 那今天呢 這條片很特別 為什麼呢 在我公司 整理期間呢 就發現呢 這些CD呢 還有 幾十隻 剩下的 這些節財神 也都有這些CD呢 都算是當時不是 不是賣的 是送給 啊 朋友的 都不想浪費啦 今天呢 如果 網上支持我的粉絲 想拿到 節財神CD呢 由這四大名嘴呀 四大名嘴 碧咸呀 沙飛堡呀 廖呀 徽苑呀 王桂林呢 他們講笑話 增加的過年氣氛 想拿到的話呢 不如留給我呢 留言給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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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 未來的 2月11日 第幾天30晚 抽出 幸運者 三個 我有三個不同款 三個朋友得到啦 希望呢 你們支持我 也都將這個 懷文化 發揚光大 你知道啦 恭喜發財 歷時就來這個 這麼開心的說話呢 希望大家 揭著講 每一年都要講 教育你下一代 和你身邊朋友 都分享這句 這麼開心的 越與懷文化 過年的 一場說話 恭喜發財 訂閱頻道 分享我的訊息 拜拜